新闻镜头转到欧洲来看到 意大利国会的大选结果出炉 参议院的选举部分几乎是没有赢家的 没有一个政党是占明显多数 原本这次意大利的全国大选目的是在 进一步的推动经济改革 但是这种没有赢家的选举结果 可能再次造成政治僵局影响欧洲金融稳定 而这也使得这两天欧亚美的股市全面下跌 选举结果显示主张维持预算尊洁的民主党党 会被沙尼渴望取得下议员控制权 以微弱优势战胜了贝鲁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联盟 得票率分别为29.6%和29.2% 不过意大利参议院却似乎走入了政治僵局 民主党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在参议院取得领先 但得票率31.6%不足让该联盟获得通过立法的多数席位 而且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和其他反财政紧缩政策的政党紧追在后 如果新政府陷入僵局 几个月内可能还将再次举行大选 北沙尼宣布胜选是坦言 意大利明显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 路透记者菲利普布兰拉分析说 这次大选的初步结果就已经引起欧亚美市场波动 由于意大利组建稳定政府的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周一震荡近300点 是5个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天 欧洲股市周二早盘高跌 亚洲股市几乎一面倒 智股急跌2.3% 上海股市下跌1.4% 新常人记者陈欣梅综合报道